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其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继续讲《亲友书》 讲《亲友书》当中现在讲禅顶 禅顶这一波罗蜜多讲得比较广一点 今天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 维护根门之过失应该讲这个道理 因为昨天前面讲在世间当中 自己的心一定要悦意保护 如果没有悦意保护心会容易散乱到 外面的色身香味 五种玉妙上 这些玉妙的过患就像世间一瞬间 毁坏自己生命的毒蛇和毒药一样 还有能看断智慧毁灭的这种宝忍 坚忍一样 始终让我们的一切善根全部毁坏 火坏无穷的怨恨的敌人 以及一刹那间当中能焚烧一切善法功德的烈火一样 就是用几种比喻来说明世间妙语的种种过患 当然我们这样讲世间妙语的时候 可能有世间人 部分人不一定听得精确 因为他们觉得外面的生活是很美好的 整个世界很快乐的 所以我们一说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 是痛苦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 极个别的初学者就不能接受 他们平时想象的 跟佛教里面所讲到的有些真理有一些冲突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应该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 以正知或者智慧来进行观察 到底是你自己曾经在生活当中所想到的这种理念是正确呢 还是现在佛教所讲到的这样的抛弃是有意义的 这样通过观察之后 那么我们历史上所有的智者 愚者 全部都是并没有圣佛佛教的教理 而另一处建立自己的正确观点没有这样的 所以最终以理肯定服人的一定会在道理上 会认可释迦牟尼佛所有教言的这些观点 所以我们下面也继续讲到 因为我们没有护自己的根门 当然这里根从广义上讲六根 然后主要的隐身意义可能是这个意根 我们的心始终都是要正知正念来护持 如果没有这样护持的话 其实散乱到外境 贪执外境的这种果患是无穷无尽的 下面就是说一切与妙生活一样 佛所如同目别过 世间任意切铁了 佛轮回于当断壁 那么就是说世间的一些美妙的色法也好 动听的声音以及扑鼻的一些香味 口口的一些美味 还有柔软的所处等等或者悦意的对境 所有这些六经所带来的这种快乐 暂时看起来让人幸福让人受信悦意 觉得非常快乐 就像一个人到了非常美妙的环境 听到一些歌声 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面生起数数的欢喜之心 但实际上如果你详细观察 他们这样的快乐或者幸福的背后 还有隐藏着一些非常难忍恐怖的痛苦 就像佛陀有关大乘的经典里面比喻成穆别过 那么这个穆别过佛陀在正法念咒经当中也有记载 他一般都是生长在西方的一些道义上的树木 然后他借的果实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美丽 外形极其庄严 人们如果摊着它的美味和颜色而享用的话 如果你上午享用以后 到了下午的时候会名鬼皇权一定会死亡的 所以它的火害非常大 我们现在享用世间人贪执的 不管是色身香味的哪一个外景 我们如果贪执世间的各种对境 表面上当时当你享受的时候 应该自己也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不管是在六根面前的哪一个对境 就是自己觉得是非常的快乐 安乐 但是当你享受之后 它的背后还是隐藏着许许多多的痛苦 很多的痛苦 所以说它这样世间的玉妙 就像我们所谓的铁鸟一样 铁铐一直把你束缚的没办法从中出来 现在我们很多凡人就看得出来 不管是树鸟还是脚鸟 只要束缚之后他从中得到解脱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很多凡人的故事可以看得出来 同样的道理让我们运运众生 全部对外面的无尽进行贪执 进行贪执之后造了许许多多的业 这样以后的确是在从中获得解脱 就相当困难的 为什么有史以来有许许多多的人 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而我们之类的很多人不断地在轮回当中 数数流转原因就是我们对外境没有看破 禅宗非常讲究 看破方向 只不过口头上是也说得来但真正能看破的话 扪心自闻的时候也的确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他这里的比喻就是目别果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比喻 当然现在有些医学界把目别果 也是生长在越南等一些南亚国家的一种树 他们有些资料当中说这个水果是对身体非常有利的 也是一种药 也有这种说法 但是这个可能跟同名不同意义的 这里目别果应该有关佛教的历史资料里面所讲到的 只要人们真正享受的话会导致伤害的 《正法念处经》的含义里面把它称之为 叫做应该《举手离果》 因为《举手离果》 《念处经》当中也是说了 若去彼果 多有诸果 如果接受这个果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果实 有很多的果患 还有也说到稍得果味 多受苦恼 稍得果的味道会感受了很多烦恼和痛苦 当然这种果实还有在唐译里面 以前唐译地面把它叫做潜伯果 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些 中而言之这个果应该说对身体带来很多的火患 以前我也是引用过一个教证 现在《藏汉字典》里面也是有 就是龙猛菩萨是谁说的 世上一切圆满是难行如同牟别果 世上一切圆满是难行如同牟别果 世间上所有的 我们世间上都认为这是非常荣华富贵的这些事情 实际上真正用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跟牟别果没有什么差别的 没有什么可信赖的 而世间的地位也好 虔诚也好或者人的庄严也好 所有美妙的这些身相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价值 所以有些乐观主义者过分的乐观主义 其实在生活上也没有懂得佛陀所说的 一切诸心皆苦的道理因此在这里大家也应该想到起 世间上只要你贪执外面的一切事物 在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很多很多隐藏的过患 我们当下不知道 尤其是以前没有学过佛的人他们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些色声香味美妙的这种对境 一定要值得享受可是这样享受 一方面人们也不会有满足的时候 这就是愚妙的过患 《广方庄严经》里面也说了 一切愚妙一人都然比不足人殉灵 人比不足人殉灵如果世间上所有的财富 以及所得到圆满的这些愚妙全部是一个人拥有 但这个人不但不满足还要想获得 还不断地像恶狗巡尸一样到处去寻找 所以说我们世间当中一定要知道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对境 我们认为这是幸福的因 这是快乐的因 实际上是不是自己根据佛陀的这些教言 结合现代的生活要想想细细地观察 当然刚开始很多非佛教徒恐怕是接受不了 觉得怎么会这样呢 生活如是快乐 你要抹杀所有的这些快乐感情以及财富 那不符合实际道理也许会有人这样说 但实际上真正能经得起的永远都是快乐的 或者它的本体始终都是稳固的 这样的快乐绝对也是找不到的 因此首先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想到 对世间的愚妙有一种堪破的感觉 这是很重要的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这里有好几个三四十个人出家 出家里面有一群大学生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出家深情有相当一部分人 一方面他们也是了解世间上的各种情况 同时自己也是在生活当中也感受了 世间所谓的一些感情 财富以及地位 名声等等 种种这些世间的快乐也感受过 然后很多的问题通过自己的智慧来相信观察的时候 在三界当中真正能经得起的除了佛法 或者寻求解脱之路之外没有真正圆满之路 因此他们也是在一生当中做了一些选择 看了之后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出家也好 学佛也好不应该水波浊流 或者人云业云别人说什么我也跟着这样 不行的应该通过自己的智慧 如果自己的智慧不足就像以前的一些大德手术那样 询问有智慧者如果附近没有这样 也应该寻找一些非常可靠的这些伦理道德 然后在这些道德里面这些经典论典当中所选择的 我们去选择也是百分之百不会错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佛教可以说是最深的现在极个别人也有一点过分 现在比如说世间的一些三字经世间的一些儒教业 还有一些基督教的思想认为这是最高的 当然从他们的角度来讲我也不反对 但是应该是用意力观察以教力来进行衡量的时候 希望寻找解脱知道是最好的 否则你只是站在一个世间人天成的立场上 就是天天也是全人向善的话 仅仅是做一个向善还不足够的 一定要断除轮回的根本要堪破世间的欲妙 这样之后才能你的修行的路选得非常的正确 否则光是做一点善事 做一点好事 在这个层次上一直停止不前那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作者对我们的教言你一定要想到 世间上所有的这些美妙的对境 其实表面上看来就像目别国一样 好像很好的但实际上你只要去享受 恐怕不一定是这么快乐 就像现在世间人很多人今天这个人已经找到工作了 今天这个人结婚了如何如何首先漂亮的 很美妙的言辞来进行赞叹 自己心里也是欢喜若寛的 觉得自己真正人生的幸福从此开始 很多人有这样的妄想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你真正进入到生活当中的时候 原来你最初的希望和最后在实际行动当中 所感受的决数这两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大持所望 最后又改变自己的选择 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真正要是寻找在玉妙上寻找快乐 这是得不到的 无数的人也是想为了得到快乐而奔波过 但是最终也没有得到的 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藏地耿登琼佩尔大师 他也说过 世间的一切的世间法当中真正灭除一切痛苦的没有的 唯一的佛法唯一的甚深佛法才可以灭除一些痛苦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深刻的 很认真的 很用功地对待 学习佛法 这是对有生之量当中确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了求得佛法付出自己一切的代价 或者前行万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在理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把这么好的佛法能治一切心理疾病的 这样的甘露妙药的话 我们也是尽量在身边这些非常迷茫的 非常可怜的心里面想快乐的 实际上经常要造一些苦因的 这样的众生面前应该多宣传之后 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接受佛陀时代的时候都没有 但是只要我们精进努力也有相当一部分人 在这方面会感兴趣的 最终他们也是遭到解脱之路 所以我想发心的这种事 利益众生的心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处于什么样的地方都不能放下 就像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有时候变成人类 就去利益众生有时候没有变成一些旁生 一些动物 但是利他的心始终都没有放弃的 一直保持利益众生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发愿 一方面要看破我们现在所喜欢的这些对境 这是凡夫人一下子 恐怕断除一切玉妙是不可能的 但是先从道理上明白然后进一步地对这个道理进行修持 下面说这样的五种玉妙要断除的话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断除呢 应该恍惚自己的革命 这样的恍惚革命不断世间人当中会赞叹 而且诸佛菩萨也是在有关的经典当中也予以赞叹 第四个是佛陀赞叹护格门 知佛六根诸对境恒时动摇不稳苦 杀成胜弟赐二者处者智者正用事 下面他这里讲世间当中有两大英雄 第一个英雄他能了知相复自己 严而必舍生六根的对境进行作战 也可以说进行取的过程当中 有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根们进行作战 怎么样作战呢 比如说世间一般的在家人和没有学佛的人 你的严而必舍生作为根 然后外面的尸身香味作为对境 随时都是自己的六根外面怎么样放任 怎么样去散乱呢就不会去防护去对治 这是没有的 但是有些人不散乱 从六经当中放置自己的心事善于外境 其实这是一种战争 这是一种挑战 在这个过程当中极个别人已经获得胜利 有一部分人不能获得胜利 你的眼睛贪着美色最后破戒或者最后 始终都是贪着最后没办法修持正法 有些听到声音其他都能对治 但是以前的一些习惯听一些很不清净内容的流行歌 这样那样嘈杂的声音他就愿意听 所以在这个对境当中不能战胜 而极个别人完全是不需要 现在我觉得有些居士 有些出家人 真的学习很不错的 以前虚然处在一种红尘散乱喧嚣的城市当中 但后来通过学佛以后又不用看电视 也不去这些坏人经常到一些不清净的场所去 同时自己的吃饭也好 做什么事情 都按照佛讲里面所讲的那样 完全都是称呼自己的六根们 以正知正念来摄持自己的行为 有一部分人这种人就是 就是与六根进行作战过程当中获胜者 他已经得了冠军的也有得亚军的也有得 已经获胜者 得奖者这是世间上的一种英雄 然后还有一种英雄就是 就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 部落与部落之间进行作战 真正拿着枪 刀 锚 互相都开始作战 如果没有的话拿一些石头或者用牛粉 实在没有的话把自己的帽子来扔一扔 这也是一种战争这种战争当中 也有个别人已经获胜对方跑了 看你扔帽子的时候就认为是扔石头 然后就跑了所以就觉得我是获胜者 这两者一个是亲生世间所谓的战争 一种挑副哥们的战争 这两个获胜也就是所谓的英雄当中 处者也就是前面的通过与路中对境进行作战 最后自己完全都是可以超伏 这种人真正的英雄这是真正的勇士 我们世间人可以说这是勇士 所以我有时候经常这样想 现在很多出家人跟在家人中比较起来 应该出家人很多方面对着烦恼上面算是勇士 为什么呢 不管他在感情上也好 不喝酒 不抽烟 不吃肉 还有很多很多在家人根本做不到的很多事情 出家人是有心理 有能力对着 我不做这一套我要过一个非常清净的 这样的生活那这种心的力量非常强大 如果心的力量不强大有个别人 可能宁可我到战争世界作战 但是不愿意过这种生活头发也没有 然后平时有些人都跟我讲了 我本来想出家但是实在没办法 我特别喜欢看电视 我说出了家以后也并不是说看了电视以后破根本戒 但有些人可能出家的戒律也不懂吧 总而言之出家跟在家也有一定的差别 在防护根本上在家当中受居士戒和没有受居士戒 也有一顿的差别这样以后真正能护根本者 完全都是胜过世间的英雄 世间当中今天到什么什么战场去 已经降伏了敌人 消灭了敌人 最后人们给他成为英雄英雄什么什么人 那这些其实并不是很英雄的 寂天菩萨也说了 知火正勇士愚为实施者 真正的勇士就是克制烦恼的 对着烦恼的人真正的勇士 而其他世间上所谓的杀敌人的这些人 这就是杀尸体的英雄 因为这些人如果你没有杀他 也是过几年之后自然而然会死的 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英雄 真正的英雄智者中离苦不乱心成名 也是寂天论师说的智者即使经历了众多的痛苦 但是你的心也是如如不动 一直处于一种澄清明了的状态当中 不会被烦恼 被外境所作用 所以这算是真正的 因为心不随根转 根不随经转 这是世间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英雄 所以说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要知道 真正现在世间当中有个别的人对着烦恼方面 自己有自己的一种能力 功夫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外境在你面前 你的寺院很清净不被转 但有些人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承诺 但是最后遇到外境的时候竟处于散乱当中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知道 佛多赞叹是什么样的人呢 即使你遇到各种世间的妙语 但是你心一直不断地一直可以自己修持自己的正法 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学院 不是当时放了一个星期的房价吧 我们无论班当中有一个女宗 就是后来给我给了一本《地藏经》 用自己的学书 然后我看了一下 还是《地藏经》大家也知道很后的 然后我问了你是什么时候写的 后来他说这次我们放假期间写的 我犯了一下就很感人虽然我也很害怕 别人染指功夫用学习经很害怕 后来我就看了一下他手指 所有的手指都是划破了 看了的话特别的害怕 我回来之后我自己也想了一下 有人在房间大家都在可以说散乱 包括我当时去中大草原每天都是看河流 没有每天吧 一两天吧看香花 但有些人坐在自己的家里利用这个时间 无论这些人以后变成什么样 但现在真的是对佛陀有非常虔诚的恭敬心 用自己的鲜血来写心一直都是专注 本来也是很多年轻人就我们很多的道友 明天抱车 明天转山明天到哪里去好 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准备也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人这些没有当作重要的事情 应该对佛陀的恭敬心和对自己的罪业忏悔 也许是有各种想法具体怎么样我也没有来得及问 最后我说我不用你自己保诚吧 最后说让我签个字我也签了几个字 过后我自己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感受 我们人有些真的是流根 一直始终都是外散乱 不要说用自己的鲜血用毛笔来放假期间 让我操这本书我可能翻得不得了 我可不可以不操啊我回来以后操可以吗 但有些也有自觉这样的发愿 所以我们真的在修行过程当中希望互相观察 现在世界上也是一般的世间法也是 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科学家发明了一件事情 或者做一件声音很成功的话 其他所有的人马上到那边去学习 准备接受他的几年 我们作为修行人我们身边也是很多的 有些值得学习的 值得应该修学的 有些不应该消防的 不应该听他的 这种现象是比较多的 只不过很多事情差见而过自己也并没有重视 然后始终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 其实生活的价值或者佛法的意义 很多人接受的程度是不相同的 的确是不相同的 你也是待在这里一年他也是待在这里一年 但是过了365天以后 所获得的效果也是不相同的 因此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 大家不要 好像时间已经过了就可以 表面上跟大家一起去听课就可以 现在外面很多菩提学会的佛教徒 学习大多数的人算是比较可以的 但是有个别的人好像跟别人一起没有学习 自己没有面子 不过在星期天在那个时候一起学习 然后完成一个任务而已 实际上没有把它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对治自己的烦恼 照样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自己的行为都是没有改变 如果你自己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 那可能佛陀在先也是不一定能调伏 有些人很难调伏的 因此我们学了佛以后和不学佛之间应该是有差别 就像我们普鲁放在锅里面染色 染色以后原来是白色的 然后你在一个黄色的锅里面染料当中 就是你住了一会儿以后完全不相同的 以前有些人无握不走他的根门外面一直散乱着 但通过学佛通过学习戒律以后马上都是可以漂浮 这是我们人的好的地方 每个人都是有人心本来都是善的 有这种习惯的 以前我们没有用《传经论》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没有什么我今天上课的时候就忘了 但是刚才我们念《普贤行愿品》前面的 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 我想了四次哦 手是空空的 哦 是没有转接力 说明每个人如果在这方面传习 应该可以入这种好的解脱之门 所以大家应该乘这个机会认认真正地去观察 否则我们的心真的是 他这里面也讲的始终都是一种动摇不定的 这样动摇不定的在外境上来经常散 其实如果真正去观察的时候这个外境并不是在动 就是我们的心在动 我以前也讲过六祖到法行使的时候 当时印宗法师正在讲《涅槃经》 两个和尚正在辩论 一个人说是梵在动一个人说是风在动 然后后来六祖一看你们两者说的都不对的 饭和风都没有动就是自己的心在动 所以我们现在真正的外境没有动 自己的心散乱到外面去 因此每个人今天听到一个声音 这个是好听 这个是不好听 每个人的评价其实每个人分别念的程度不同 除此之外没有人但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 真的忙着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这就是外境不是引诱你自己的心就外面散乱 我看到世间上外面很多人发信息 我不是说我是初世间者但是比较而言 可能我们的生活比较清净一点 他们发信息 你干什么我在瞎忙 怎么瞎忙就是在聊天呗 然后互相都是说的一些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结果全是浪费时间的 我在成都坐一个处处车 他处处车跟对面有对讲机 哎 你到哪里三号 三号 听得到 听得到你说 你说 你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在转弯转弯 那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价值呢 你转弯也好 不转弯也好这个说了以后 对方知道也没有什么 但现在世间上很多的话真正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哪怕你听不要说是一两天 几个月的话一点价值也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的心也好 根也好什么都是在这方面 每天都是这样散乱发信息 打电话 打电脑 包括一些聊天这些 真的对解脱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没有对解脱相关的这些 包括我们出家人很多事情 应该观察一下自己的行为 如果你忙着的一些实在没有意义 就不要特别地去追求 这样以后对你的解脱是有所障碍的 下面就是说以了知对境之法相的方式断除贪知 还有分两个方面 这个是了知与劫主要是贪于女生而断除 第二个 了知中贪于之力而断除 首先第一者因为我们要断除贪于 首先是对异性的贪知比较难以断除 应该通过智慧来观察 当观少女生悲何处起显露九空门 如肮脏起难填满 疲是遮掩也不尽 在这里通过智慧进行观察对人的贪知 所有的愚界众生来讲对异性的贪欲非常强烈 那么用智慧来观察 观察的过程当中跟前面有些论典所讲的一样 比如说作为一个男生修学者他经常贪着女生 或者作为一个女士 修行者他经常贪着男人的身体 这里以女人作为贪欲的对境进行抛学 所以佛教当中我前面也讲过 其实男女身体都是不干净的物质骤成的 没有一个干净的都是同样的 但是有关佛经当中也是这样强调的 这也是佛陀有一些密意的 不仅古代佛教当中是这样的 现在有些时候世间的一些广告当中 我感觉女生的广告也是打得比较多一点的 几年前我们上师去西方国家的时候 尤其是比较开放的国家当中一般男生各种各样的 不管是身体也好 他里里外外的很多清净不清净的广告不是很多的 一般都是很多女生的相这样那样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人们可能也是有一种传统吧 包括现在电视里面打广告的时候 一般男生的头发比较少一点的 一直是女人的头发经常 那这也说明佛教并不是中男妻女或者有其他的原因 因此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大家对世间的知识也要了解 同时佛教里面所讲到的一些对治烦恼的对境 和一些方法也要明白 在这里女生背后有很多肮脏不堪的东西 就是取体难闻或者丑陋无比 以及所谓的不管是哪一个人 都是九种空隙两个眼空还有耳鼻空 耳空还有口和大峡边道等等 这些每一个空当中如果详细观察 他六畜的不经物没有一个值得可爱的 同时人身体的利利歪歪都没有什么可质的贪执 极其的肮脏而且很多人的贪欲极其严重 所以不管是饮食也好很多的财物没有满足知识 越多越好女人的心也是这样的男人的心也是这样的 他的心就像是无地洞一样有了这个然后需要另一个 这样一直是没有填满的一直是没有心满意足的时候 这样种种不经的物体组成的如果有些人问 表面上看比如说我们所谓贪执对境的美人 他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成非常庄严的一些相貌 还有现在各种一些化妆物品进行打扮装饰 那这样不是很好看吗那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你应该用你的智慧来进行观察 你所喜欢的人的人体你就临行观察 用智慧来观察从你人的头到尾全部用智慧观察 哪有一个干净的地方 以前《流行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魔影体 魔影体准备把自己的女儿非常漂亮 准备供养或者献给释迦牟尼佛 然后她带着美女来到佛面前 她说 相貌端严的女人准备供养给你 我这个女儿从里里外外 凡是没有一个不好的非常非常好看 她自己赞叹一番 然后释迦牟尼佛说我觉得你的女儿从里里外外 没有一个好的 然后开始给她讲了很多身体的 不清净的过患也有这样的公案 所以说你真正去里里外外去观察 你穿一个漂亮的衣服的话 衣服是衣服漂亮并不是你的人体漂亮 如果你戴的金耳环或者银耳环或者说是鼻环 或者现在南方人还有肚鸡呢 有些叫做鸡环这些如果你摊着这个好看 那你单独买金项链或者金耳环 肚鸡环 这些你把它装在一个箱子里面天天呆在身上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有一种迷乱的错误的感觉 在中间在家作怪这样以后把外面 比如说装饰的物品跟里面的布金这两者没有分开 就像一个布金里面装着装满布金粉的一个瓶子 让外面有五种臭端包着觉得这是非常好看一样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但是人们这样说了以后很多人不一定能接受的 不接受也实际上我们前面《入行论》里面讲的 长发无修 荒芽 离人很不畏 说的一样真正没有去洗脸 自然而然人体这样放着非常的可怕 所以在这样的道理前世如果对这方面有一些修学的 然后即生当中稍微听到也可以马上醒悟过来 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以前《大皮婆沙论》 有人说他是在科生米尔五百个智者 在十二年当中造的 其实一切有部的一个非常出名的论典 应该是宣章法师也是当时翻译过的 那这个当中有一个叫做银如通的公案 银如通是富贵之子 他在当时印度一个城市当中非常非常的出名 但后来准备结婚了 他们很多婆罗们准备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 然后这个时候当天早上一早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带着阿难远远的地方来了 然后这些婆罗们看见很远的地方 萨门来了有点不高兴 这么早的时候释迦牟尼佛 萨门 我们今天办婚事在这个会上怎么来啊 他们在下面议论纷纷 世尊告诉阿难你先去一下到婆罗门那里 说你们今天结婚的事情如果要真的办得圆满 如果世尊不来怎么会成功呢你应该告诉这样 然后阿难到那里去这样说的时候 有些人就好好打笑说 怎么你们出家人到我们这里来干这些事情 就特别以极小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然后有些人说 萨门释迦牟尼佛还是很厉害的 不能这样侮辱不然到时候也到来 照着一些不吉祥事情 这样说了之后他们最后也没有遮掌 他们真的要决心的时间基本上到了 要太阳开始升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因为刚才阴如同实际上是星婆罗门叫 星太阳叫的 他当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 他开始在屋顶上向太阳礼拜 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幻化成一个应该是梵田吧 梵田沿着太阳的光在远远的地方出现 然后出现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高兴 因如同非常的高兴 像是他婆罗门叫的梵田已经出现了 然后他就非常的欢喜说说 我今天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你来了非常的好 然后梵田问他你今天干什么要做什么事情 他说我今天要办婚事做的事情我基本上都已经做完了 梵田问你到底准备了什么 他说我现在准备了三万两黄金 三万两黄金梵田说你三万两黄金准备怎么用 他说一万两准备供养这些婆罗门吃饭这些 一万也供养这些还有一万准备我未婚妻送给他 他说你前面对这些婆罗门这样供养 它是殊胜的对境应该是很好的 但是你对这样的未婚妻送一万年黄金值得吗 他说我应该很值得的我最喜欢的 他就继续问你觉得是值得的话 你女人口里面出来的土叶口水支不支钱 他说不支钱你身上比如说皮肤的毛发里面出的汗 还有鼻子里面出的鼻涕以及老浆所有的身上 这个值不值得钱那个值不值得钱一一地问 所有的三十六种物质全部都是问 越来越问最后他就觉得越来越粗 最后都不值得都不值得一直说到最后呢 最后他把对女人所有的贪欲就已经没有贪心了 因为他在加世佛的时候当时是人数二万岁 人数二万岁的时候他在一万岁当中修戒差别观 其实欲戒舍戒以什么样的烦恼转生到那里 那这样我们欲戒的主要因是贪欲 他曾经当过出家人而且这方面修行得非常的精进 这样以后当时听了佛陀的教言之后 他前世的中心成熟然后根本上断除贪欲 所以有些人当听到出家的时候 自己心里面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甚至真正一些戒力上面的断除贪欲 最后的一些教言稍微给他讲一下马上入梦初心斑 不生起贪欲 不生起嗔恨 这也是对自己的前世人还是有非常大的因缘 然后当时他隐如同马上把贪欲全部都断除了 断完了之后刚才梵田一瞬间都变成 具有三十二相八十岁号的佛陀 然后佛陀给他讲了四地法门 当时他获得了应该第三果吧 然后跟着还有刚才婆罗门说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 应如同不让跟 好像阿难说今天准备应如同跟着释迦牟尼佛出家 当时很多婆罗门好好打下不可能的 我们这么多婆罗门围着他不让出去 结果他们在围也怎么样没办法的 应如同跟着释迦牟尼佛飞到天上而回到其他的城市里面去 他闻闻起可能起坏了 他一直笨蛋依旧的丈夫飞走了 所以真的有时候通过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应该知道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如何对治 那么下面不仅仅是对贪执人的烦恼 还要断除所有世间的贪欲通过比喻方法来说明 了知种贪欲之力而断贪 下面也用一个比喻 比如说世间当中患有毛红病的患者 他遭受皮肤下面有一个疾病的蓝虫 这个虫一直蠕动传来传去 这样之后那个患者非常非常的痛苦 但是那个患者经常靠火 他特别痛的地方靠火 靠火的时候那个虫暂时不动摇 然后暂时停止了他的苦手 以后虽然这样的行为解决不了大的问题 你越来越这样靠火其实你这样停下来的时候 那个蓝虫懂得越厉害感受的痛苦越多 但是有些愚者患病的人 愚笨者 他就不知取舍经常依靠火来想对治 结果自己痛得更是可怕的 同样的道理世间上很多的人 我们表面上看 比如说我要贪着钱 其实你再寻找越多的钱 然后你的痛苦越来越增长 但是自己根本不知道 世间上的很多人就是这样吧 有钱的人比如说我原来有自行车想买摩托车 有摩托车轿轿轿不行 现在这个应该更好一点的 是国内最好的轿轿 国内最好的轿轿不行应该是进口的 进口当中也是这样那样 如果越来越贪着的话 最后自己的贪欲就没完没了地不断地增长 所以我们对世间的任何贪欲其实跟这个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贪知对境 那就是最好不过得了 《宝满论》当中也是说了 扫养则安乐无养更安乐 居是欲安乐无欲更安乐 我们世间的这种 比如说你扫养的话就觉得是安乐 但是你首先没有养的话更是安乐的 同样的道理具有这个世间 不管是钱财也好 地位也好 名善也好 还是有一些满足的东西你认为这是一种快乐 其实你这个对境根本没有的话更是快乐的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班的手机 我觉得我买一个手机多好啊 就是我这不是手机但是这个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很喜欢这个就可以 但是过两天以后不行了这个功能还不齐全的 应该是几千块钱的话可能更好的 然后就买一个然后再买一个 这样以后原来我想我得到一点快乐 但结果我换了无数次的手机 结果我的满足感还没有解决的 如果有一个人首先干脆都是不来 手机麻烦的事情干脆我就不用了 不用的话在这个期间所有的快乐 他可以自己享受的 所以世界上真正的很多道理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确实是不知道的 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好好地修行 没有修行的原因 始终都是烦恼的者入于我们的心法 将我们所积累的这些善财全部盗走 非常可怕的 以前《法聚经》里面也是这样的说是 如盖方不灭 心必漏欲情 然后如是不修行 贪欲必漏人 他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盖得不精密 这样下雨的时候雨水哗啦哗啦下来了 然后很多人房子盖得不好 我们这里很多道友有几年很痛苦的 同样的道理很多人在自己 不管是出家在家没有好好地修行 贪心为主的这些烦恼这个雨水经常会出现的 如果我们始终好好地修行 就像一些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禅宗里面的 很多大德一样自由自在 在生活当中不会有这些困难和痛苦的 而你生活很随缘的 不会像现在世间人那样忙着半天 最后到不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真正是贪欲 让自己堕入善恶趣的根本之音一定要注意 《月圣女授记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以贪堕入众生月 以贪堕入饿鬼球 意思就是依靠贪欲来堕入地狱当中 依靠贪欲来堕入饿鬼和旁生当中 所以我们应该要时常注意断除自相续的贪欲 要断贪欲你一定要修行 没有修行断除贪欲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下面就是断除第二个 断除世间八法之三乱分对质和缩断两个 首先讲的对质 讲真实还有它的分说 首先讲的真实当中 为见生意欲诸法如利作业而修行 欲知相同聚功德他法少许也无有 刚才也讲了我们贪欲在世间当中是最可怕的一种烦恼 还有其他的嗔恨等这些烦恼 通过我们不尽管通过其他的修法不能断除 要从根本上解决的话你一定要懂得了真理 懂得了生意的道理才可以断除 所以下面讲我们如果照见了无常痛苦 空性无恶 这样生意的事相意义以后 对世间上的不管是女人男人也好 或者说是欠财地位以及人们现在最追求的一些对境 都不会贪执的 而且这样的如利作业和真实的修行 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功德在其他的法当中一点也是没有的 其他的比如说如利作业的功德跟其他 世间上认为转经论 转绕很多的一些功德 根本没办法闭上的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通过修行 修行真实义什么叫真实义呢 在生意当中空性和无恶是最甚深的法力 然后在世俗当中万法无常和一切感受皆是痛苦的 这两个道理是世俗当中最甚深的法 所以我们这种法叫做四法因 佛陀很多的教理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 美方仁波切也说过 我们世间当中最功德无量的修行一个是发菩提心 第二个是所大乘佛法第三个是修空性法力 所以我们尽量修持这样的妙力 真谛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修行跟其他的修行跟其他的功德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你真正入于这样的境界确实功德很大 所以以前有关经典当中也是讲过 你贪执间修持四法因 那么这个功德远远胜过其他一切功德 一个贪执间的四法因 还有有些经典里面说 我们如果修持了上面所讲的四法因 那么修持八万四千法轮的功德完全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要修持空性不二法门这是非常重要 佛陀的所有教理当中这样的法门应该很重要 我记得任达瓦大师也是在清语书的讲义里面 引用了四百论的教证 就是我们原来学过的 空无妙力诸佛正境界能回众恶见涅槃波尔门 有这么一个教证吧 意思就是说无恶和空性的妙力其实它是诸佛菩萨的境界 它能毁坏世间的各种邪见 邪道包括一些外道 现在世间上人们觉得是最高峰的见解全部可以摧毁 这样的波罗法门叫涅槃波尔法门也就是说智慧波罗波罗蜜多 这种波罗蜜多真的很殊胜的这样的教理 我也是想智慧波罗波罗蜜多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这个主要的一些功德和教理在《波罗摄奢》里面是有的 也可能在几个月当中我也翻译了一半 可能以后也翻译出来吧 还有翻译一个第一世灯着法王的传记 这个传记里面也有很多精彩的有一段空性法门 不仅是我们听到了空性法门 尤其是有些人修空性的地方如果看见以后也能得到解脱的 记得那个故事有一段故事是这样的 当中法王就是我们以前法王住的地方就是拉荣地方的第一个传承上师 那么他在七岁的那一年有一次在罗罗像下面不是瑟达河吗 瑟达河的对面好像罗罗舍的对面 但是具体在那个地方我也问了很多老老嘛他们也不是清楚的 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叫菩萨的地方 菩萨的山 山脚下因为他是七岁的孩子到那里去玩耍 然后他拿着糕出头然后开始花那个颂花石 然后就遇到了一个特别大的磐石 最后他磐不动 七岁的孩子也磐不动 用木棒来开始敲 然后就把他抛出来了 抛出来了之后原来是个大的空 大的一个窟窿 然后在里面五光环绕 五光阴绕 非常的好看 然后他里面一看有一个比丘 非常的庄严 而且他身着法业 贤壁袈裟 非常的庄严 然后他的左手顶音 右手说法手音 双脚好像半甲斧坐的 这样一种非常的庄严 他微笑着 看着他 你开我的门干什么呀 然后当时登着法阿七岁 有点害怕 然后再看了一下他说 我在这里已经修禅定 修空行 般若法门的境界已经有三千年了 于是格局 没有人看见我的 但是因为前世的因缘 今天你打开我的门 已经看了我 他说 不仅是看见我有非常大的功德 而且我现在住的住处 如果谁看见 他必定会通达空行法门 他说完之后就消失了 但是这个洞还是存在 过一会儿的时候他的父亲和 还有邻居的人一起来 来了以后他们看见那个洞下一条 说马上一定要把它填满 用石头 土这些把它填满 当时比丘他说了一句 我不诸法界 诸法即无云 然无云 缘起法 一切观空行 以这么一个偈颂 说完就已经不见了 所以我想 我们要方便的时候去看一下 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这里 好 讲到这里 我们要 города 讲到这里 我们要勿体上安全的感觉 我们会一样的使用 我们要接受人的感觉 我们能够去看 他们就会立得身体 我们能够去看 我们要回来吧 我们要进š宝 打托 我们要到这里 我们要够去看 我们要够去看 我们要去看 他已经几十三一了 坐在这里 我们要求 坐在这里 我们要把他人家 给我看 我们要在哪里 向于眾家 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